谢谢许中梅老师的介绍 我其实是1924年生人 今年2013年 我是十岁八十九 虚岁是九十 如果从 如果从现在回溯到 从前我开始背诵 吟詠诗歌 已经有八十五年以上之久了 我虽然自己不敢说 我的吟诵是怎么样 可是我确实是从小就开始吟诵 已经有八十五年以上 这么长久的时间 我个人对于吟诵 有一点点的体会 我也知道我们国家这么大 各地方的地区 都有自己的方言 每个地区用方言来吟诵 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既然是统一的教学 一般是用普通话来教学的 而我是生长在当年的北平 现在的北京 所以我所说的是普通话 我们的普通话 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我们的语言之中 没有入生字 南方很多地方有入生字 可是北方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北方 经过了很多的战乱 所以有各种的民族融会进来 而且北京在中国 明清两代都是首都的所在 那么所有的这些各地方 考进士的人 要从事于政府的工作 都是到北京来 那么大家都各说自己的方言 就彼此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我们就有一种 我们所谓的北京话 英文叫做Mandarin 就是说为了我们彼此交流方便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种语言 可是呢 这个普通话里面没有入生 而我们中国旧传统的诗词 是非常注重这个入生字的读音的 可以说我们北京的语言 天生来就这样的一个缺点 可是我生长的家庭 是比较上是一个特殊的家庭 我的伯父 我的父亲 甚至于我的伯母 我的母亲 都非常注意小孩子的教学 而且特别是古典的教学 我可以说 从我两三岁开始认字的时候 就辨别了入生字 那是从我父亲教我 念我们叫做字号 一块小的方纸 当时我们用的是一种黄颜色的 叫黄标纸 我父亲用毛笔在上面写上这个字 然后就用朱砂笔在这个字的四角画上红圈 第一个这里是平生 上面就是上生 这边这个右上角就是去生 画在下面就是入生 像我父亲教我读这个字号的时候 比如说数数目的这个字 我父亲就在上面画很多的圈 说当作名词的数目 念数 这是去生的字 当作动词数 是念赏声 这是动词 就念赏声 这个字有时候当作副词 副词就是屡次的意思 比如说一个大臣 对于皇帝 说见之 见就是见劝 说屡次的劝告他 这个就是副词 是个adverb 而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读音 是可以当作形容词用的 当形容词用的时候 是繁密的意思 就是很繁密 就是很密集的意思 那我父亲说 在孟子上有一句话 说促骨不如乌齿 这个促 念促的声音 写下来 也是这个数目的数 可是他当作形容词 繁密的时候就念作促了 所以就是这一个字 有评赏趣入 有四个不同的读音 有四种不同的解释 我从小的时候呢 就吟诗 就是我们家里可以说 没有给我特别开一门课 说这一门课是吟诗 没有 我开门的第一本读本 是论语 紫月学时喜致 是论语 至于诗 那根本不是教学 诗是生活 因为我的伯父 我的父亲 甚至于我的伯母 我的母亲 他们都喜欢吟诗 男士们 像我伯父跟我父亲 就大声的吟唱 我伯母和我母亲呢 就拿着一本诗集 就小声的吟诵 所以我从小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吟诵的环境之中 长大的 没有人特别教给我 怎么样去吟诵 但是我听到他们吟诵 我就知道 这个诗是可以拖长声音 这样大声的来唱 唱诵的 比如说 我小的时候 常常听到我父亲 唱一首诗 我现在先不唱了 我先把它读吧 说大雪满天地 会长见有 北方冬天下来很大的雪 高高低低 从天上飘下来 地面上堆积的 大雪满天地 说在大雪满天地的时候 胡为 胡 就是姓胡的胡 就是河的意思 胡就是河为 你为什么 要拿着一把宝剑 去出游呢 天寒地冻 大雪满天地 你为什么要拿着剑 去出游呢 大雪满天地 会长见有 要知道你为什么出去出游 欲穷心理事 就是你要 轻松 说明 你心里面的感情 你的感受 是同上酒家楼啊 我就要找一个知心的朋友 我们就到一个酒家楼 人说酒后就土 尊严 我们就一边饮酒 一边轻松 我们每个人心里边 种种的感慨和不平之事 这是我父亲背的一首诗 我当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所以我就听到我父亲一下学 就大雪满天地 他就在那里唱起来了 那我小的时候就背唐诗 我就背了一首唐诗 唐诗说的是 这两个很相似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问问题 我父亲其实很忙 我父亲是学 本来是学英文 后来从事于航空的事业 他那个时候在航空公司 常常到上海去 家里边就是我伯父 我就问我伯父 我说这两首诗 我听起来背起来都很相似啊 都是说要上什么楼 上什么楼 欲穷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伯父说 其实这两首诗里边的感情意境 是并不相同的 大雪满天地 慧张见有啊 同这个飘飘洋洋的 天地之间的狂飞乱舞的白雪 就使得你感觉心中有一种不平 所以他心里是 同上的是九家楼 可是呢 不日一山尽 黄河是入海流 它不是茫茫的 那个大雪纷飞 是说你 白日 白日就是那光明的太阳 已经在西边的山头 慢慢地沉落了 白日就一闪尽 西下的斜阳 一定是在西边的 可是那奔腾的滔滔滔 均不见黄河之水添上来 那黄河是奔流到海不复回的 黄河是入海流 所以从开头的两句的景色 给人的感受就是不同的 它的意境是不同的 虽然你读起来很相似 一个是 表示内心的不平 所以上的是九家楼 一个是西边看到落日 东边看到黄河的入海 是事业的广源 你看 不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我站在这个楼头 西边看眼 东边看眼 不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我要想看得更远 所以一穷千里目 我还要更上一层楼 他的意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小的时候就跟他们吟诵 吟诵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伯父跟我父亲吟诵的声调 并不相同 当然我伯母跟我母亲 在吟诵的小声音就更不一样 那我小的时候就听他们唱 我知道诗是可以大声唱出来的 所以我也就唱 而我跟他们都不一样 没有人教我 说你一定要跟着我这个调子念 才是对的 没有 但是 要体会就在你幼小非常小的时候 没有任何理性的思辨的辩解的时候 你被他的声音带进去了 我就发现中国的是很奇妙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是有一个节奏的 这个节奏对于中国的诗歌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现在也要说我后来的体会 当我后来长大了 而且我后来也到了西方 到了国外 我就发现中国的语言与任何其他外国的语言 有一个基本的不同之处 就是中国的语文 是独体 你看我们都是方块字 一个字占一个空间 独体 单音 一个字只念一个声音 我们说春 就是春 英文说spring 我们说花 就是花 他说flowers 他们是有音节的节奏 他们是拼音 连日本说花 说hana 说春 说akifuyu 春夏秋冬 它都是拼音的字 只有我们中国是独体单音的 我们的言诵 是跟我们语言文字的特质 结合在一起的 不是任何人外加进去的 这是第一点 我们跟西方的不同 我在西方多年 每当春节 像现在春节 我们的所谓亚洲戏 外国没有单独的中文戏 它统称为亚洲戏 有中国 日本 什么 韩国 印度 有亚洲戏 每当春节 亚洲戏举行一个春节的晚会 每个老师都要按照你的课程的内容 来编排一个节目 那我给我的学生 那我给我的学生所编排的就是吟诵 诗歌的吟诵 那些个西方人听了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吟诵 我们只有朗诵 但是我们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吟诵 这个吟诵是只有中国人才有的 那么中国才有的这个吟诵 当然与中国的语文的特色 有密切的关系 西方是拼音 他说spring 说flowers 他注意 你看那英文字 就是轻重音 而我们不是 我们是独体 是单音 就是一个字 而这一个字 有各种不同的声调 所以我们所注重的 我们中国的诗歌 所注重的 不是轻重音 而是节奏和声调 我常常说同学 你不能说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是太平了 这个不可以的 他有一个节奏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他有一个节奏 中国的语文 一定要有节奏 当然我们也注重声调 就是有评则的声调 可是评则的声调 是我们后来 经过反省 魏晋以后 南北朝的时候 大家才分省出来 我们中国原来 有不同的声调 而这个声调 彼此之间 彼此之间有不同的作用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中国诗歌 所注重的指示节奏 那么因为我们语文的特色 所以我们最早 所以我们最早形成的 诗的 朗诵的方法 教材 就是以诗经为主的 从周朝的时候 小孩子入学 就先要学 吟诵 我们在这个准备的 PPT的讲义上 开始 就引了诗经和书经上的 几句话 我们要讲我们的传统 我们要推远到最早 是源头是怎么样的情形 我们曾经举引了书经 和诗经上的两句话 书经上曾经说 说是诗言智 各用言 所以诗是言智 智 什么是智 智是信之所知 我在很早以前 徐东梅老师在这里 他一定记得 我在他们那里去讲演的时候 曾经画了一个图画 说我给小孩子怎么样的 教他们的诗 我曾经 有一个图画 那个图画 我们最早画的是一个口 我 因为我是给幼稚园的小朋友去上课 我说你们今天来学什么 他们说来学诗 那是因为那当地的留学生 要叫小孩子跟我学一些诗 我说你们知道诗是什么呢 幼稚园的小朋友 没有一个人知道诗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也不见得能够说清楚 诗是什么东西 太抽象了 太微妙了 也太丰富了 我们怎么样解释他 给他一个定义 我说好 我说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是诗 我现在就给你们讲一个诗歌的故事 给小孩子讲故事 你先要引起他的兴趣跟注意 所以我就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差不多这样的形字 这个是很方正的 这个传书的写法 我给他画的稍微的 弯曲一点 所以他们一看就认出来 说口 嘴巴 嘴巴 一看就知道是口 我说你们很聪明 就认识了 我就从上面再画出一条线来 而上边就有了两个分 这个口上面有两个分叉 就是中间有一条直的 我说小朋友这是什么 他们说鼻子 鼻子 你看这是鼻子 上面好像有一个额头 或者有眼睛 他们说鼻子 我说这次你们就错了 我说刚才说口是对的 但是这个不是鼻子 这个是舌头 这个是舌头 嘴巴伸出来当然是舌头 他们说老师不对 我们的舌头不分叉的 为什么你画出来都是分叉 我说这就是中国古人 造字的人的聪明之处 舌头是会动的 你说话动不动 动啊 你吃饭动不动 动啊 你舌头一直在动 所以他把舌头的动画出来 好像西方皮卡索 他把那个动态画出来 我说这个 这个是舌头的舌 我说你看中国古代人很聪明 然后我又在上面 画了两个小横 在舌头的上面 画了两个小横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舌头有两块糖吧 这小朋友很聪明 我说你们又猜错了 我说中国人造字 有的是形象 口是口的样子 舌是会动的舌头 但是这个一个小横 一个大横 这个不是一个图画的形象了 这是表示一个意思 下边这一条长的横线 就是一个水平线 一个小横在上面 这就表示是上的意思 古人就是指示 就是这是上 如果这个长横 下边有一个小横 这个就是下的意思了 所以这就表示 是舌头的上面了 那么舌头上面 我说你们知道 这个字是什么呢 从舌头上跑出来的 我说这个就是 我们说话的语言的 言字 这个字就是言 这个就是言字了 我说你们每个人都说话 你认识这个言 我说那什么是诗呢 我就在在这旁边 又画了一个图画 我说这个是什么 他说平地上长了一棵树 我说你们又猜错了 他说不是树是什么 我说这是一个人的脚 他说不对啊 你脚都有五个手指头 你怎么变成三个脚指头了呢 我刚才也说错了 不是五个手指头 是五个脚指头 你怎么变成三个脚指头了呢 我说这是主人 古人又聪明了 舌头会动画很多叉 脚是五个脚指头 但是这一个一个的换 这太麻烦了 三就代表多数了 这就是这个 他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古代就是知 知乎者也在知 古代这个知字是一个动词 知就是往 我到什么地方去 我到楚国去 我说知楚 我到齐国去 我说知齐 所以知 就是走路的意思 我就问他们了 我说你的脚 这是脚啊 脚是会走路的 我说你的心会走路吗 他们说不会 心当然不会走路 我说你的心是会走路的 那些小朋友 我问他们 我们 我说你们从哪里来 小朋友举手 说我从河南来 还有一个小朋友 说我从台北来 因为在加拿大嘛 各地方的留学生都有 好我就问他们 我说河南来的小朋友 你还记得 河南 你在家里的人吗 他说我记得 我有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他说记得 我问台北的小朋友 我说你记得台北吗 他说我记得 我在台北的时候 住在金华街 金华街的胡同 那些六支园 我都记得 我说现在你们的心 都在走路了 你的心就回到河南 你的心就回到台北了 你的心会走路 我就又给他们 画了一个字 底下这个字 就是古人的心 转字的 心字 小朋友说 这不对 老师你画的不对 我们看到的 情人节的心 都是这样子的 一盒巧克力糖 就是这样子 我说你们看 这个心多么笨 这么死板的一个硬块 中国古人 你看画的 有内心事 有外心房 还有一条血管 出来 这是心 你 我说你的心不是在走路 之底下是心 在心为智 你内心的活动 如果只是在内心活动 这就是你的情智 你的情智 所以我们刚才看 上书 这个上面说 诗 演制 诗就是表达 你内心的一种活动 所以诗 是演制 所以我们就给他讲 诗字 你每个人 心里面都会有活动 你会想起你的故乡 想起你的朋友 想起你一个 你所喜欢的玩具 你的心时时刻刻都在 你如果只是在心里活动 在心为智 你如果把你内心的活动 用语言文字写出来 那就是诗 所以在心为智 发言 知 知就是你的活动 你内心的活动 用语言表达出来了 那你就是一首诗了 我们现在还不是讲 这个小朋友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 确实说明的是 中国诗歌的特色 中国的诗歌的特色是什么 演制 情动于中 而行语言 实际上说的 所以是你感情 你内心有一种活动 然后用语言表达出来 所以中国的诗歌所注重的 是你内心的 心发 感动 什么东西 引起你内心的活动的 什么东西 让你的心动起来的 让你的心动起来的 那个东西 就是你做诗的一个动力 这是我们中国的诗 所以我常常说 以心发 感动为主的 可是西方的诗 不是的 西方也叫poetry 我们翻译诗歌 都用poetry这个字 可是你看一看西方的文学是 西方的poetry 讲的是什么 是讲的epics跟drama epics是史诗 就是唱的像什么 木马图城记 什么什么的 埃及艳后 是史诗 是一个人用歌唱的方法 而叙述历史 是史 史诗 那么西方的poetry 除了epics以外 还有drama drama是什么 drama是戏剧 所以西方的poetry 是史诗跟戏曲 史诗跟戏曲 跟我们中国的诗 有一个基本的差别 我们的诗是向内求的 是你内心的心发感动 什么东西是你心动起来的 可是西方不是 西方的史诗跟戏剧 是向外观察的 它向外去观察 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语言 来表述 找到一个适当的文字 来形容 它是向外去寻求 所以西方 对于 情义 与诗歌的关系 它有很多细微的分别 什么metaphor 什么simile 什么personification 什么名誉 隐喻 象征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它注重的是什么 是技巧 你是用什么方法 比你把你所看见的 描写述说出来 这当然也重要 可是我们中国人 更注重的是你内心 是怎么样动起来的 是你的心发感动 所以诗经上 所作诗的动机和方法 就是三种 就是负比性 负比性不是三种 刻板的外在的方法 负比性所代表的 是你内心 是怎么样动起来的 是什么使你的内心感动的 本来 我今天不准备讲理论 主要我们等一下是要吟诵 可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理论的基础 才能够讲到 我们现在把中国语言文字诗歌的特质 做了简单的介绍 我们要介绍最早周朝的时候 是怎么样教小孩子读诗的呢 所以后面我们就引了 这个我们就引了周里冲冠的一段话 我还要说 我这是闲话了 这个王国伟 后来在颐和园跳水自杀的王国伟 王国伟也写诗词 王国伟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论文 考古的论文 他晚年不再写诗词 去写考古的论文 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叫阴上制度论 阴州制度论 阴是商朝 州是州朝 从商朝到州朝 阴州的制度论 他里边说了一句话 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王国伟 什么时候自杀的 1927年 我出生以后的第三年 那是什么时代 那是中国 已经推翻了满清 而民国还没有完全把政权 树立起来的军法混战的时代 所以王国也跳胡自杀了 而在跳水自杀之前 他写了一篇考古的文字 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印州制度论 州朝之所以能传世 有八百年之久 就于州公一开始 为国家定立了 如此周密的 美好的 各方面都考虑的 非常周到的一个制度 没有一个制度 怎么样推行 统治 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客观的一个制度 所以王国也写了印州制度 怎么样教小孩子 那州里是非常繁杂的 那个部门是非常详细的 我们只说教小孩子这一点 州里是怎么说的 州里说 大四月 州里分成几部分 春关 夏关 秋关 冬关 在州里冲关有宗博的这一篇 说有一个掌管音乐的一个人 叫大四月 这个大四月要以粤语交国子 国子 什么是国子 州朝的时候 不是说全天下的老百姓 都可以有学习的机会 是只有那清代夫氏的 那些人的子弟 才有机会入学去学习 所以这个大四月 以粤语交国子 就是当时在国家 国立的学校里面学习的小孩子 教他们 怎么样教 一开始 说心 道 奉 诵 言语 是从州朝 我们的学习 就是伴随着吟诵开始的 怎么样教他们 所以第一个是 心 这个心也可以念性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中国 有的字是破音子 像树木的树 树树的树 它有很多读音 所以我们说 心 是兴起的意思 兴 我们说是兴起的意思 我们说诗歌里边的 兴发感动 情动于中 才兴于眼 你内心 一点点感情的感动都没有 只是空口说白话 不管你做事也好 不管你讲演也好 都是说呢 欺人自欺的人云亦云的话 你没有真正的思想和感情 所以第一是你内心要动起来 这个动词就是心 你要动起来 性 这个动的活动就叫做性 所以性 这个道路的道字 古代通那个引导的道字 就是引导的道字 所以你教小朋友读诗 要像周里的 这个 教小孩子读诗的方法 大诗愿 第一 你要引起小朋友的 读诗的兴趣 让他有一种心发感动 他心发感动什么 他看到这个字 说嘴巴里有一块糖 那不是一块糖 所以你要指导他 说这个字是个舌头的舌字 不是说舌头上有一块糖 所以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感动 老师要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导 要把这首诗真正的感发的作用 在哪里 要给小朋友讲出来 我常常看到 有的朋友们讲一首诗 我在班上问我的学生 说是新奇迹有一首写元宵节的词 说众里寻塔千百度 莫让回首 那人就正在灯火阑珊处 说的是什么 学生说 新贾宣一定是跟他所爱的女子 订了个约会 在大庭广众的灯会之中找不到 忽然间在灯火阑珊处 找到他所爱的那个女子了 但是大家真的是误会了 你们要教小孩子读诗 先要把真正诗的心法感动的作用 在哪里写出来 你要知道新奇迹 二十岁的时候 从沦陷去起 来到了南方的自己祖国的政府 他本来以为 以他的英雄豪杰的气魄和财势 很快就可以收复十地 很快就可以回到老家的山东 谁知道他流落在南宋 数十年之久 一直到临死 没有达成他回到家乡的愿望 那么你就要还要注意 你想一首诗 那么新奇迹写这首词 什么时候写的 你要知道宋高宗 刚刚逃到南宋来 病恍马乱 当时都没有安定下来 一直到什么时候 那林安就是南宋的 南宋的所建的 偏安的政府 才有这种正月元宵的 这种防火热闹的庆祝 什么时候把岳飞杀死了以后 完全不返攻了 就偏安在这里了 古人说的只把杭州做变州 是个元宵的佳姐 凤小生动玉虎光转 一夜的鱼龙舞 鄂尔随了黄金旅 众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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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度 木兰 回首 那人 却在 是 灯火 南山处 他说的是 是他自己 他 到南方来 是要反攻回去了 现在反攻都要 完全落空了 岳飞已经被杀死了 那些偏安的君臣 就暖风吹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做变州 当众人 鄂尔学柳黄金旅 众离 暗香去的时候 宝马 吊举 香满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 那人 却在 是 灯火 南山处 在灯火 南山处的是谁 就是 辛奇奇他自己 所以教小朋友 不管是读诗 不管是读词 第一 是信 你要让小朋友 先有一种 真的感动 感动什么 你不能乱感动 一气 说那大概 辛加轩 跟个女朋友 约会了 所以老 老是要导 要把这个正确的 诗歌的心法 感动的 那个真正的 内容 阻止 那个 在什么地方 告诉他们 谁就告诉他 信 然后就导 信导以后 怎么样呢 就凤 什么叫做凤 什么叫做颂 什么叫做颜 什么叫做语 这个 古人 有 注解 说凤 是什么呢 不开读诀 凤这个字 是不开读诀 什么叫不开读诀 就是你不打开书本 就是背诵的意思 所以凤这个字 按照十三经 注书的解释 所以你要让他背下来 所以第一 你要知道他 说这首词 是什么时代 什么样的心情 在什么样的节日 心急急 为什么写了这首词 然后背下来 洞风 野放花 剪树 吹落 星如雨 比如说 你把它背下来 所以这个凤 是不开读诀 你先是读 比如说 我们也可以读 杜甫的诗 说国破山河在 称春草木深 敢诗花见泪 横别鸟尽心 你也要告诉他 杜甫写这首诗 什么心情 什么环境之下写的 杜甫写国破山河在 称春草木深 什么样的背景 什么样的环境写的 不是说我把这首诗 念得很好听 我的嗓子很好 我也高音 我有低音 你不是一个歌唱 不是表现你自己的 歌唱的艺术 你是要把这个诗的 真正的感发的力量 表达出来 你不应该 心让他感动 导 你要指导小朋友 杜甫什么时候 写的这首诗 杜甫 当然我们没有时间 详细讲杜甫了 杜甫 本来 曾经在长安做官 后来在 战乱的时候 他回到 互乡去 探望他的妻子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离开长安的时候 长安沦陷了 被叛军给占领了 杜甫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祖国 大家也不学习历史 不用说唐朝的历史 我们民国的历史 你知道多少 你学习了多少 我前两天 说是1942 那是抗战以后 非常艰苦的 一个阶段 河南的大饥荒 吃草根树皮 吃所谓观音土 我所看的 那不是一个书本上的历史 那是我所亲身 经过的一个时代 我幸而不在河南 我是在北京 我们整年吃不到 白米白面 只能够吃红河面 我们只能吃 红河面 即连窝头都做不成功的 因为它没有粘性 我们就是把这个面 和在那里 它就碎成一块一块 拿开水一煮 又酸又臭 你不知道它什么东西 这是日本派给我们的 你难以下咽 就炸一碗很咸的酱 把它吃下去 我第二天早晨上学 像这种寒冷的 冰天雪地的日子 你一开门出去 转过一个墙角 街上就是动恶而死的鸡民 这是现实 这是历史 所以要知道历史 才知道我们所经过的 艰难困苦的过程 知道我们现在 有这样的生活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杜甫经过了沦陷 我们那个时候 日本的时代 凡是有理想的 爱国的人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同学 大家都想尽办法 到后方去 跟着政府到后方去 多少多少学生 随着政府 几千里的 迁移 我没有来得及 因为卢沟桥事变 我只在初中二年级 我 家里也不许我一个人单独上路 我也没有能力一个人单独上路 那些高班的学生 那些大学的学生 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 后来我来到福人大学 我们的老师里面很多 都是走掉了 我在我老师的师里面 什么时候找到 你们都可以看到那种情景 所以当时杜甫都是说 我们不甘心受敌人的统治 所以就到后方去 杜甫也同样是如此 杜甫要到后方去 到后方去 后方在哪里 玄宗逃难逃到四川了 他的儿子宿宗 本来是在05 继位了 后来 这个后方的政府 从05就签到凤翔 就跟我们那个抗战时候 国民政府也签了多少次一样 那杜甫也是要到后方去 你要知道 那些到后方的老百姓 就是颠沛流离 大伙就逃难 我曾经读过写逃难的那种痛苦 悲惨 死亡 你今天上午跟他一起吃了早饭 不到中午这个人死了 被炸死了 这都是当时的情景 那些个逃难到后方的人 你平民老百姓 他不认识你 他不管你 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名声 半岛给你抓起来 就关到日本的县兵司令部去了 这个日本时代 我因为经过了日本时代 我知道杜甫逃难出来 是不容易的 他逃难出来 走到半路 就被叛军抓住了 把他关在长安了 他就既离开的家人 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政府 就关在长安 他在长安 经过了一个严寒的冬日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杜甫在沦陷在长安的时候 写了多少动人的好诗 所以第二年的春天 他说国破是山河在 乘存是草谋神 国家已经残破了 春天还是来的 是庆山绿水 还是依然存在的国破伤痕 可是人事全废了 乘存草谋神 所以敢是化剑类 是狠变 鸟静心 烽火连三月 那家属就递冠金 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家属递冠金 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 第四年 我父亲已经随了政府 四年没有阴问了 没有阴信 我母亲去世了 我不过17岁 最大的姐姐 带两个弟弟 在沦陷去 我母亲死了以后 过了一年 居然接到我父亲一封信 我父亲是写给我母亲的 说我现在已经到了 四川 到了重庆 经过了什么 经过他本来在上海 这个航空公司 上海的四航的抗战 他到过长沙 长沙的大火 他到了重庆 重庆的轰炸 九死一生 他说 希望大家都健康 将来有一天 我就回家来重聚 可是接到我父亲信的时候 我母亲已经死去很久了 所以你们是不知道 杜甫说的 国破山河寨 乘春草木深 赶世话见了 我恨别鸟尽些了 烽火连三月 嫁暑地万紧了 所以你教小孩子读诗 不是说你的声音怎么好 你教他怎么样唱歌 要信导 你要让他从事里面得到感发 你要引导他 把这首诗 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告诉他 然后让他奉 奉就想背下来 国破山河寨 成春草木深 赶世花间泪 恨别鸟精心 烽火连三月 家树底万斤 脖头骚更短 魂语不生针 这是被读 不开读之 就是你就背下来 背下来以后怎么样呢 他说 这背文约封 下面一句 以生截止约 送 你不是这样背下来 像我说 我扮上一个小朋友 非常聪明的 从八九岁就做了好多诗了 可是他背诗 我一直在纠正他 希望江头 也送婚 也结婚 就说 我还没听清楚 他背完了 一点节奏都没有 一点感动都没有 这不可以 背读是不可以 他后边 所以他说 下一步是什么呢 你看 性 导 凤 凤是背 是不开读之 送 咒里的注解 说了 是以生截止 也送 有一个节派 有一个rhythm 有一个节派 以生截止 也送 后面本来还有言语 言语 这是古人的训练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训练了 什么叫做言语的训练 说你还要学会 用诗歌的语言 来跟人问答 言 是发端约言 我说一句话 引一句诗 答是五约语 你回答我一句话 你也一句诗 左传上 记载了很多 这样的故事 用诗句来问答 用诗句来讲外交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时代 我们现在是讲 背诵 第一个 现在周朝的时候说的 是以生截止 我们中国的语言 读体 单音 所以有节奏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 还有就是我刚才开始说的 我们有平常趋入的私生 可是我们中国注意声调 是以后的事情 是魏晋南北朝以后 慢慢的才开始注意声调的 开始只是节奏 所以现在我们不能进空谈 我们就要读一些个诗 就是读诵 那周朝的时候所说的 教小孩子读诵的 就是诗经 那么诗经 我给大家选了几篇 我说 我们本来今天 我不讲很多其他的理论上的话 可是你不得不知道 教诗 一定要以赶发 要引领小孩子 进到诗里边去才可以 不是空口只听了好听就算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举了几首 诗经的例证 诗经的例证 我所举的 都是以四个字一句为主的 诗言 诗经里边 以诗言为主要的 可是其实 诗经里边 三个字的 两个字的 五个字的 六个字的 七个字的 八个字的 句子都有 可是那种不同字数的句子 很少 主要是四个字一句的 那么主要是四个字一句 是有人规定了吗 像现在我们说填词都有规定 作词也有凭字的格律 可是上古那个时候 没有啊 没有人定出来说你一定要四个字一句 诗经里边主要是四个字一句 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是我们语言的 语文的特色 所能够形成的 最简单而有节奏的音节 因为中国单体啊 读音啊 你听英文说 spring 它好像有个音节很好 我们说春 没了 它说flowers 它好像也有个很美丽的音节 我们说花 也没有了 所以中国的读体单音 一定要注意 把这个字结合起来 而把字结合起来 最短的一个单位 就是两个字的 当然你可以三个字 四个字都可以 但最短的一个音节 就是两个字的 因为你说春 这没有节奏 你说这个 你好吗 三个字也没有节奏 你不是说你好吗 不是 就是三个字 一口气出来 两个字 一口气出来 只有四个字 它中间可以有一个节拍 所以 晋朝 有一个研究 这个诗歌的句法的人 叫智鱼 亲子的智 鱼顺的鱼 他曾经说 他是雅印之鱼 就是典雅的 正式的诗歌 这节奏 这节奏是四言为善 以四个字的为最好 因为可以成声为节 因为四个字 是我们独体单音的语言的 一个最基本的节奏单位 就是二二 就是形成这样一个节奏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举的例证 诗经里边我都举的是四言的 那么诗经里边我刚才说了 也有长短不齐的 三个字的 五个字的 六个字的 七个字的 八个字 九个字都有 这种长短不整齐的句子 要怎么样的吟诵 我们以后讲到岳府诗的时候 我们再讲 现在我们先学 就是最基本的 四言的 四个字一句的 吟诵的节奏 好 我举了几首诗 第一首诗是 官居 第二首诗是 硕鼠 第三首诗是 枪中子 我为什么组这三首诗 我习惯地组这三首诗 因为这三首诗 代表了我们传统诗歌的 三种最基本的 还不是最基本的写作的方法 是最基本的 感发的作用 我不是说诗是 情动于衷 行于言吗 是你内心了 有了一种心法感动 你才写诗的 所以这三首诗 代表了我们内心的 心法感动的作用的由来 这三种形式 第一首 公安局 我们先把它读一遍 观观聚酒 在何之中 窈窕 熟女君子好求 趁此行才 左右留之 窈窕 熟女五美求之 求之不得 我无眉是否 又再 又再 辗转翻车 趁此行才 左右才知 窈窕 熟女青色 又知 趁此行才 左右毛知 窈窈窜 熟女中 不要指 这是诗经大家最熟悉的一首诗 按照毛诗中国传统的解释 说这是后妃之德 是皇帝的后妃要想找一个淑女来给这个国君 这个是不是可信的我们不管 我所选择的这三首诗 第一首冠军 这可以说是人生的感情的一个基本 我们说男子善儿愿为之有事 女子善儿愿为之有家 青春的男女有爱情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用说一定要在诗歌里边 教什么忠孝仁爱的大道理 讲到爱情就是大逆不道了 不是如此的 这是一种正常的感情 你现在就看这个正常的感情 应该怎么样的表达 怎么样的约束 我们中国古人说 发乎情只乎礼 情是每个人都有的 可是你只是有情是不够的 你如何在你情动以后 让你的言语行动要合乎礼法 我们说中国说儒家 这是吃人的礼教 有一种约束有一种节制 认为这就是虚伪的了 这就是一种约束 是吃人的礼教 其实我们所有的感情 喜怒哀乐 是都应该有一个节制的 我们说你情动于中 情之未发是动于中 发耳皆中节 你的感情表现出来 都要合乎礼法 这是一种 不但是一种礼法 这是一种艺术 这是一种艺术 这是一种诗意 不是说好的时候 就是好的无天无地的 骂的时候 骂得灰头土脸的 那真是堕落 真是败坏 真是不懂得感情 我们中国人 本来有这么长久的文化 怎么现在变得这样的 没有修养了呢 所以喜怒哀乐之未发 为之中 发耳皆中节 为之和 有了感情 然后当你表达的时候 有约束 有节制 有体量 这不但是道德 这是一种艺术 这是一种哲学 这是一种诗歌 所以你看一看 诗经的第一篇 写男女的感情 我们不用像古人 一定说什么厚非之德 这是男女的感情 光光 居酒 在河之中 光光是鸟叫的声音 居酒 是鸟的名字 而一对小鸟 就在河水的一个沙洲上 两个鸟 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 梁间的燕子 这个小燕子会叮叮叮 那个小燕子也会叮叮 就是两个鸟 在那里叫 光光是鸟 在河之中 想 鸟都有一个美好的伴侣 我们人 岂不也应该有一个美好的伴侣吗 所以窈窕 淑女是君子好酒 你要注意到 是窈窕 不是苗条 大家现在都以为是苗条的淑女 所以很多女子都拼命减肥 拼命地结食 甚至于得了厌食症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窈窕两个字 上面都是血字头 血是藏在里边的 淑女 真正美好的一个女子 她的美是耐人寻味的 耐人去体会的 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表露 是深藏在里边的 不是用自己的形铁 怎么样的夸张涂抹 不是如此 是窈窕的 淑女 有这种细微的女子 君子好酒 也不念好 君子好酒 君子就去追求 销售的苗条的女孩子 男孩子都要去追求 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有内在的修养的美好的女子 是君子的好 好的伴侣 求是伴侣 是配偶 是君子的好的配偶 所以你先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然后你看她求的方法 写得非常艺术化 就说我去求 这个怎么单调 趁此信菜 左右流之 不是在河水边吗 它不是公关剧就在河之中吗 所以眼前就是水 水里边就有水草 趁此不整齐的信菜 趁此信 左右彩之 它飘到左边 飘到右边 我想采这个信菜 趁此信菜 是左右流之 妖窕淑女 我就误昧求之 误昧 就是不管清醒的时候 睡眠的时候 我都会怀念她的 趁此她说 求之不得 误昧 师父 而追求 没有道的时候 所以就不管是 醒的 不管是睡的 我都会怀念她 师父 就是思念的意思 又在又在 辗转反侧 又在又在 这么长远 不断的怀念 我晚上为她 而辗转反侧 下边是什么呢 趁此信菜 左右彩之 窑窑窕淑女 琴瑟 亦有之 前面是说 这个信菜 左右流之 我没有找到 所以求之不得 后面说 称词 信菜 也是 左边 右边 我去踩了 踩了以后 琴瑟 窑窕淑女 就 琴瑟 亦有之 你看人家 人家是怎么样的交往 交朋友 不是说 你 现在有人说 说男的不坏 女的就不爱 说女的不坏 男的也不爱 都叫彼此要坏 才会爱 可是古人不是 古人说是 琴瑟 有之 你可以弹琴 她可以弹色 你可以做诗 她可以做脸 窑窕淑女 琴瑟 有之 趁此信菜 左右 帽之 帽 就是踩下来了 窑窕淑女 忠鼓妖之 这首诗 是性的体 它是从外界的景物 引起你的感性 可是说 它的做法 是属于性的 一种做法 同时也是说 你这首诗 情动于衷 怎么动起来的 从外界的景物 引发了你的 感动的 这是 官居这一首诗 是生活的 美好的这一面 可是人类 生活 不管是现在 不管是周潮 都不只是有 美好的一面 当然 有不幸 有痛苦的一面 美好的事情 你写了诗 你不幸的事情 你也写了诗 所以后边 就有魏丰的 硕鼠 说硕鼠 硕鼠 无始 我数 三岁 灌入 莫 肯固 事将 去入 事彼 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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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得 我数 硕鼠是一只 大老鼠 这首诗 是讽刺那些 个剥削的人 他把剥削的人 比作一只大老鼠 当然他脑子里面 有一个大老鼠 但是不是现实的景物 现在就有一只大老鼠 他脑子有一个 大老鼠的形象 大老鼠吃他的粮食 所以他把那个剥削的人 比作大老鼠 说无始 我数 你不要老偷吃我的粮食 三岁 就是三年 灌 灌就是 我 供养你 服侍你 就是 有三年之久了 所以供养服侍 就是我的粮食 给你吃了有这么久了 三岁 莫我肯固 可是你 对我一点也不肯照顾 你从来不顾念到我 本来是莫肯固我 说莫我肯固 把我字提前 这是加重的一切 说啊 比如说 你 就是说 你 就是把这个话 你对我 本来说你 你不 你不顾念我 你不顾念我 这我这才好 你对我一点也不顾念 就是加重语气的一种说法 莫肯固 所以是将去如 所以我现在将去 是离开你了 离开你 找到一个 我的安乐的土地 乐土 乐土 我希望找到一个安乐的土地 那就得到我的安居之所了 这种做法 是笔的做法 因为它三章都差不多 我们就每一章 不再重复了 那么 在下边一个 是正风枪重子 这个江子念枪 是个发音的语重词 重子是一个人 就是老二 古人说伯仲熟记 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 是重子 重子是一个女孩子的男朋友 他说 枪重子是无语我理 枪子也是一个发音的词 他说 哎呀 重子啊 无语 语就是跳过去 你不要跳过我们家的礼门 无折我竖起 不要折到我们家的起竖 竖起 就是起竖 岂敢爱之为我父母 我不是爱这棵起竖 我是怕我的父母 众可怀也 你我还是怀念的 可是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第一首是性 第二首是笔 性呢 是见物起性 因为外物引起我的感动 笔呢 我内心是先有一种被剥削的痛苦 然后举一个形象来做比喻 所以性是由物及心 由外物 引起我的心的感动 笔呢 是由心及物 把内心的感情 解外物来表达 那么枪重子 这首诗呢 不是笔 也不是性 我们就管它叫做父 父就是直言起誓 不假见 外边的任何草木 鸟兽的形象 就直接叙述出来了 可是本来诗歌 是要使人心发感动的 所以要一个外界的事物来做陪陈 可是这首诗呢 完全不要外物的陪陈 就直接的叙述了 就是附体 直接的叙述 要使人感动 怎么样使人感动 你叙述的口气 这个女孩子 是想要爱这个种子 又不敢爱 她要在说话的口气之间 把这个要爱 又不敢爱的那种感情 能够表现出来 从第一句 就是呢 抢重子息 说得真的是好 如果没有抢这个虚子 如果没有子这个虚子 说重子 好 那是她爸爸在喊她呢 老二 可是她不是啊 她没有说重子 这重子真是 太死板了 太单调了 太没有情味了 抢重子息呀 你看 这个里边就是有一种感情在里边了 就你不用假借外边的任何的形象 你也不用把你的感情假托任何形象 你就把你的感情用说话的口气 就表现出来了 杜甫的很多诗篇 都是直接叙述 就带着非常饱满的感动的力量 所以直接的叙述 这叫附体 附就是直接的叙述 你在说话的口吻之间 就带了一种心发感动的作用 抢重子息 这第一句就有这个作用 后边呢 他说 无语我理 无者我数起 无无 no no 两个都是否定 这是很伤感情的了 所以你看 抢重子息 很没完 无语我理 无者我数起 两个是否定的 然后拉回来 岂敢爱之 我哪里是爱这棵树呢 所以你把我的树枝折断了 我说你叫你不要折断 我当然不是爱这棵树 我当然爱你比爱这个树更多了 所以岂敢爱之 可是为我父母 我是害怕我父母的责备 怕父母的责备 已经又推远了 我害怕责备 众可怀 再来回 你我还是爱的 可是父母之言 你可畏也 但是父母的责备 我也还是很害怕的 你看把这个女孩子要爱 又不敢爱的这种感情 不假借外物的草木鸟兽 完全用说话的口气 表达出来了 我们现在 这是信导 我们说 周朝的大宗伯 教小孩子 你要先让 有一种感发 然后你引导他 说这事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怎么样 就应该让他 被读不开读之 然后叫 以生结之 就是诵 好 我们说了半天 讲吟诵 现在我们就把这三首诗引诵一下 还有我要再说明一点 像中国最早的诗歌 四个字一句 这么简单的诗歌 中国的引诵 不是花枪女高音 不是花枪女高音 也不是说 这个官居一个声调 那么 朔蜀就要另外一个声调 枪中子又一个声调 不是这样子的 中国表达这个诗歌 就在相同的声调之中 很微妙的 传达了他的感受 外表看起来很简单 四个字一句 两个字一个停顿 都差不多 可是你念的时候 哪个字长一点 短一点 高一点 低一点 有很微妙的差别 变化万端 就以我自己个人来说 还有中国的吟诵 本来就不是表演的 不是在大庭广众之间 要很多听众来欣赏的 这是像我小的时候 看到我母亲跟我伯母 就是这样的 慢胜低吟 是把你的感情跟这个诗 怎么能够结合在一起 而当你慢胜低吟的时候 你哪个字拖长了一点 哪个字缩短了一点 你今天晚上的心情这样子 所以你读得高一点 明天你细心那样子 你就读得低一点 有非常微妙的变化 可是它变化 虽然很微妙 很多 但是节奏 节奏是不变的 这节奏 不可以随便改动 还有 这是中国的诗 是吟诵的 不是歌唱的 歌唱就有一个乐调 乐调它有一个音乐的调子 有的时候 这个歌唱的人 为了迁就 那个调子 就把字音给改了 比如说当年 我当然是1924年生人 那么我在读中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 日本人还没来的时候 那我们 小学 初中 都要唱什么 唱国民党的歌 三民主义 无党所踪 他唱什么 三民主义 它变成猪义了 变成猪羊的猪的声音了 这猪子就变成猪了 这是岛字 就是他要迁就这个声调 这个读音就改变了 不但国民党那个时候的诗歌 有这种导致的现象 抗战的时候 我们虽然是在沦陷区 可是所有的抗战的歌曲 我们都是会唱的 我们是在沦陷区 可是我们喜欢唱 抗战的歌曲 农工兵学商 一起来救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我们都是唱的 那是日本统治 可是我们在家里边 我们同学之间 每个人都会唱这些 爱国的抗战歌曲 你就发现 起来 不愿做 不愿做奴隶的 它变成鲁子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这个奴子就变成鲁子了 下面主义变成猪子了 那就是说唱歌的时候 是以音乐的调子为主 所以有的是会把读音改变 可是读诵 朗诵 一定不能够留位歌唱 一定要保持它的字的本应 那么这都差不多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 就是简单的 吟诵几段 它都是循环往复 有的老师就觉得这很无聊 可是你要知道 中国的吟诵 就是在雄悔忘复之中 就是一个调子 颠过来倒过去 就在这一种雄悔忘诵之间 把你的感情投进去 所以你不能用音乐的 唱歌的标准眼光来衡量它 我现在还要说 我虽然是从小就吟诵 毕竟是很狭隘 我只是北京 从我家庭里边习惯的 养成一种吟诵的调子 可能也不正确 可能也有很多缺点 所以我从来本来 我年轻的时候 当我在台湾大学 教诗选课的时候 台湾大学的诗选课 是学生一定要做诗 诗选及习作 我把评测的格律 交给他们 我把诗歌的道理 讲给他们听 把诗歌的欣赏 讲给他们听 可是我从来没有给台湾 我所有的学生 一次都没有吟诵过 为什么 那个时候一来 因为我在台大教书的时候 只有三十来生 那我就很害羞 是个女老师 底下男生女生 什么都有 所以我从来不敢吟诵 而且吟诵的调子 年轻人没有听过 他不像邓丽君唱歌的 那么好听 他觉得你是什么调子 这么稀奇古怪 所以我从来没有 给他们吟诵过 等到后来 我四十岁左右 就到了北美 北美他们是说英文的 有时候连讲课 你都要用英文讲 你当然没有办法 跟他们 教他们吟诵 我1979年回来教授 那时候我们文革刚过去不久 我也从来 没有 给他们吟诵过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 我们的诗歌 之所以 懂得欣赏的人 越来越少 还不用说写作 你尽管不写作 但是你要能够欣赏 杜甫的好处在哪里 李白的好处在哪里 杜甫我们刚才说 国火山河在的好处在哪里 杜甫的福奉先献永怀的好处在哪里 李太白的这个枪进酒的好处在哪里 李太白的牛主夜播好处在哪里 我给他们虽然讲 但是我一首诗没有给他们 赢过 我现在 这么老的年岁了 气力也不够 但是我要告诉同学 你不能用欣赏歌唱的眼光来欣赏言诵 它是单调的 而所注重的是寻回往处 就在寻回往处之中 不但进体的拼拼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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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寻回往处的 古体诗也一样要寻回往处的 就是这样单调 就是这样寻回往处 好 现在我给大家就先读一首《冠菊》吧 冠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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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之中 窈窕 淑女君子 好求 趁此行才 左右留之 窈窕 淑女 五美 求之 求之不得 无眉四复 又在又在 辗转返策 趁此行才 左右才知 窈窕 树里 青色 有知 趁此行才 左右 帽子 窈窕 窈窕 女中 鼓 窈窕 中国传统的音诵 就是如此 后边 我们再可以读一首 《硕鼠》 你就发现它其实差不多 就是 有 它那个 节奏是差不多的 有脱长或者缩短 不完全一样 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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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无事 我书 三岁 灌入 莫 我 恳 故 十江 去乳 啊 十笔 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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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得 我 说 说书 说书 啊 你无事 我买 三岁 灌入 莫 我 恳 得 是将去乳 啊 十笔 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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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得 我 知 说书 说书 啊 你无事 我妙 三岁 灌入 你 莫 我 肯 老 是将去乳 啊 我 十笔 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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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知 永 好 我们就读这两首吧 我们说也给大家留一点时间的你们可以有问题 我们附在说明诗经里边不是这都是这么整齐的四个字的句子 诗经里边也有三个字的五个字的六个字七个字八个字 这长短句的诗经里边是三个字的六个字的六个字 就是那种长短不整齐的句子我们现在不读 我们要等到这个下边我们讲到乐幅诗的时候乐幅诗里边有很多长短不整齐的句子 那时候我们再啊读这个长短不整齐的句子啊 現在我是答應給大家一些時間問問題的 好 你們有問題可以提出來問